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交开了吗 然后 .mr 是吧 然后这不有个repository吗 这个就是Maven默认的仓库 然后你就把这个文件直接扔到这 扔到这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配置 做啥配置呢 就是注意这地方有个local repository 看到了吧 把它剪出来 剪到这儿 然后写一个你本地的这个 你打算作为你本地卖文仓库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我就打算把这个路径 就把这个路径做为我本地的一个卖文仓库 那我就把这个地方配过来 明白这意思吧 我看一下我这块咋配的来着 对啊 是这路径 那我就把这个路径给它配过来 诶 哪去了 可以关了是吗 就这啊 这块是吧 把它烤到这儿 明白吧 把它烤到这儿 然后之后呢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Eclipse 你看刷新一下 然后它的这个仓库不就跑到这儿来了吗 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你们要拿到的 就是一会儿这赛听文件 这赛听文件 然后这是一种安装方式 还有一种安装方式 就是我原来其实比较喜欢用的那种安装方式 但我发现他们现在用这种安装方式还挺方便的哈 我就也尝试一下这种安装方式 我原来是哪种呢 我原来是这种啊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其实直接用了Eclipse里自带的那个Maven插件 然后刚才我给大家看的这个东西 是我自己下载的 独立的Maven的一个运行工具 你要是把它安上的话呢 我们的系统呢 就可以脱离Eclipse使用Maven了 明白吧 因为现在你只能在Eclipse里使用Maven 但是Maven实际上它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它可以脱离Eclipse使用的 所以如果你要是按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脱离Eclipse使Maven了 那怎么用呢 就是你可以把这不是解压了吗 解压了之后你可以把它 比如说复制到我的这个Development下面 把它复制到这哈 然后把这个路径配到哪呢 配到一个叫做Maven Home的一个环境变量当中 对 对 这块是可选的啊 这块是可选的 就是你 你刚才我那块你要都做了 就也可以了啊 如果你想独立按的话 就是这么按 然后这地方 Maven Home我见过 我删过吗 跟Java一样没有啊 然后没有的话就建一个 Maven Home 然后把这个路径就粘过来是吧 粘过来之后跟那个Java一样的 再配一个啥呀 PASS 对 这块我还夹上了 还没删啊 PASS 然后把这个地方Maven Home 杠并写上 跟Java的配置是一模一样的啊 然后这个配完了之后呢 这个时候你的机器上 其实就能独立运行Maven了 这Maven就好使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一些Maven的命令了 在这块 就是读脱离于Eclipse的Maven 好了 然后如果你要是这么按的话 那其实你 你那个配置文件就可以这么做了 因为刚才其实我的那个配置文件 就是从这扎出来的是吧 我们自己也不会编那个配置文件啊 所以呢那就可以这么做 这个配置文件 把它拷一份到哪呢 把它拷一份直接到你的这个 就是比如说刚才哪个是我的Maven库来着 嗯 这个是吧 是我的Maven库 然后把它直接拷一份就到这个地方 把它拷过来 拷过来之后呢 哎呀 你刚不拷好了 先配先配好了 这样啊 Maven在这呢啊 这个配置文件 我把它打开 我先配一下 就是依然是把这个位置 跟刚才一样嘛 剪切出来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配什么呀 就配我那个Maven仓库的路径 再开一个啊 把它配到这儿 明白吧 配到这儿之后 刚才那个Maven叫啥呢 就是这个Maven 这Maven 是咱们安的那个Maven工具吧 这个Maven 这里面的配置文件叫全局配置文件 啊 然后首先 我们的这个 Eclipse 比如说你这地方你就可以配了 因为我是 配到我的全局配置文件当中 那Maven呢 配到全局配置文件当中 然后接下来再配一个 这叫啥 这叫用户配置文件 啥叫用户配置文件 其实就是你的那个 那个版本仓库的那个 那个位置的那个配置文件 然后 因为你在全局配置文件当中 是不是把版本仓库指向了我的 就是刚才那个盘幅下呀 什么E盘 什么Development 的Maven Repository下呀 所以他就会像 上那个E盘 啊 那个Development Maven Repository 那个目录的 同级目录上去找什么呀 去找一个City文件 然后他去读那个City文件去 继而以后所有的配置 就上那个City文件 里去读下了 所以说呢我们 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配置文件 再拷到这面一份 然后他这回就读他了吧 读他的时候 因为这面我不是配过这个了吗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的本地仓库了 这样的话就彻底跟City文件 没关系了 你明白吧 因为刚才的话 咱们那个配置文件 其实还在City文件 那个配置文件还在City文件 你要是这种的话 它其实就彻底跟City文件 没关系了 但是这种其实就是 配置起来稍微麻烦一点 稍微麻烦一点 就是你自己各取所好吧 随便 所以这种配置的话 再说一遍 把配置文件两边同步了 同步了之后 这块选什么呀 全局配置 全局配置 然后这块选什么呀 用户配置 就是你资源仓库下面的 那个配置文件 资源仓库在哪 我这资源仓库就叫Mailon 这儿呢 然后选这个配置文件 前提是这个配置文件 和刚才那个全局配置文件 它俩是一样的 都指向了我的资源仓库的路径 然后这边update一下是吧 然后你看一看 这确实是这个路径 然后upply就可以了 对吧 你要是Tolar不愿意弄的话 你就把C盘的那个 在C盘 扔一个setting文件就行了 把那边配一下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 就是你的那个炸包啊 就不在C盘了 就在你指定的盘了 你尽量不要往C盘放啊 这是简单的说了一下它的配置 你刚开始配置完之后呢 那Mailon肯定会要上中央残库上去下载一些东西的 因为Mailon本身它也有基于一些插件啊什么东西的 哎我这是哪个里面要下Spring呢 所以这个 下2.4 对它会一直下的 会一直下的 然后所以一会我把我的那个Mailon的那个本地仓库先给你们 你们可以在我的那个本地仓库的技术上 如果再要什么的话再上网上下 要不你那一个一个本地仓库挺大的 你们得下好久 而且Mailon的中央仓库其实都是那种国外的网站嘛 就是咱们下载起来好像挺慢 你说有阿里云的地址是吧 就可以配到那个阿里的 就可以配到阿里云的地址 然后速度稍微能快一点是吧 其实也对 也不会太快的 反正都挺慢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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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